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各位早安 希望是早安 沒有想到這麼多人 開始緊張起來了 我是楊明 楊明 楊明 跟楊明 生姿的老師 王學偉 今天在這一整天的 lecture 還有十座課程裡面 或是我還有我的 host star 以及其他 key members 來為各位服務 在今天早上這 現在這一個小時裡面 那我大概overview 一下 Bioinformatics 可以怎麼樣被應用在 MicroRNA的 study 裡面 然後我個人觀點就是在各個RNA的 research 裡面 MicroRNA這一塊 生物資訊跟所謂 WebLab research 甚至整合了相當好的一塊 所以今天大家就從 sequencing 開始 一直到分析 然後出來一些 candidate 以後 之後該怎麼樣再去找後續的方向 然後生物資訊可以怎麼樣幫各位做 research 在這一塊分享一下經驗 那下午的話會是我的 host star 跟各位分享我們在 剛剛徐老師講的第一個資料固域的建置應用 還有就是 當各位拿到 raw data 那個 現在只要花幾萬塊就可以去做一個 smallRNA sequence 那拿到那個 raw data以後 那種 fastq data 接下來該怎麼轉檔 其實轉檔這個還蠻容易的 那把它轉成你要的 band檔 三檔以後 接下來怎麼樣去做 profile 然後怎麼樣從裡面發現一些全新的 MicroRNA 這下午10座課程的話 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所以現在先開始介紹一下 如果各位對 MicroRNA research 有興趣 生物資訊 在這一塊大家可以怎麼幫忙 因為今天是講 Sequencing 的研討會 所以 它是 不能免俗的 就給我輸入一下 Sequencing 它的一個流程 還有 其麻煩的 就是 建立我想問一下 開展時 它們是第一次的 甚至是 蔬文 創 第一次的 蔬文 創 出來 感谢观看 我看了一下那個 報名學員的背景 有一半的人有分析實作的經驗 有一半的人還沒有 所以大家還是有一些背景要介紹一下 所以NGS或Deep Sequencing 這個概念是相對於 第一代Sanker Dideoxy Sequencing 以前 我們在做Sequencing的時候 像第一個Human genome代花了20年 跨國 那時候是用Dideoxy 那依然是用API的機器 它輸入的還是不夠 所以後來在05年左右 所以第二代的定序 開始出現 454這個機器是第一次出現 第一台Commercial Deep Sequencing Machine 那陽明那時候 我知道是買了 台灣第一台454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在陽明的Campus 就有 有機會拿到一些First-Hand Information 特別做Bio for Matys來講 有一台新的機器 我們可以發展一些新的人體 那這樣的話對音力潮流來講 有實際的貢獻 如果只是上網去抓的話 也是不錯啦 Meta Analysis 可是有時候 那個資訊 基本上就是比較 Second Hand 那 454不錯 然後它的好處是它的read很長 可是它壞處是スループ還不夠 每一次大概是250 乘以40萬筆資料 就這麼多 後來Illumina出來以後 現在這個算是 在Database裡面 資料量最多 比較多Lab在用的一台機器 然後它出來以後 從原來的GA2X到現在的 所謂HiSign 2005 那那些 這些機器的話 它產生的read 缺點的スループ 比較 它優點的スループ很好 那個 每次 每次的那個rease number很多 可是它缺點是rease number太短 所以在 做一些 long-change query的mapping的時候 常常遇到很多困難 或 三月的時候 我們會講rease sequencing 那個在 show read 在做rease sequencing long read的時候 在做那個 long RNA的時候 基本上是蠻困難的事 不過這個small RNA 倒不錯 因為 在Illumina 它最短的read 也有50個門 然後前後大概5個門 大概不太好 所以至少40門是reliable 那small RNA 像microRNA 它mature放在22個門 piRNA大概是24到35個門 那 用small RNA sequencing 來研究這些是綽綽有的 然後 後來出現solid 到現在有那個ion proton 那這些機器對於 像ion proton 速度很高 可以說 再一下 我們可以把一個human genome再解完 所以這些機器 它產生相當大量data 然後現在在台灣市面上 也有蠻多公司 可以幫你 或是那個nrpgm nrpb的那個call 可以幫大家 各位做sequencing 所以這樣的話 有這些data 然後不同廠牌出來 那這些data 該怎麼分析 那這是今天的課程 那在國內外 有一些大的sequencing project 像這個是華大公司 北京BGI 他們有一個所謂 1000 species的一個genome project 他的目的就是把1000個 他覺得有經濟價值 或是研究價值的genome 重新都解出來 然後包括他們覺得稻米 然後panda 大貓熊 然後rhino 像這些他覺得有經濟價值的人 然後他就把它解出來 那 像那個 最早出來當然是 1000 human genome 這個project 那其實 現在要定序 不是困難的事情 那 剛說的花幾萬塊 然後 nrpbcall可以做 然後外面的公司可以做 但重點就是 做出完 總是要地方存一些road data 那 以前在耐克爾瑞這個容易 一個road data大概是 100多mei不到200mei 這相當 相當小的size 那 你只要一台PC 現在一台PC 有一個1T的hard disk 是不是個問題 所以 你可以存很多片 microred data 但是 如果是human genome sequencing 我的human genome 大概是3.2 billion 這麼多nucle台 那 這麼多nucle台 如果只是換成APCG的話 每一個英文字母在 電腦定義一個byte 那 這邊是3.2G 個base pair 所以就 你需要3.2G這麼多 它可以存 光是ATCG 但是你不可能只存那些數字 每一個定序 它那個 每一個base 它的 可信度多少 然後它road image 原來的讀值 它那個road data 那 你把這些全部存起來的話 大概再乘100吧 就是你需要 每定序 一個human genome一次 你需要320G 這樣一個儲存空間 那 需要定序幾次比較準 如果各位 要看所謂SNP 或是所謂polymorphism 或是一些cancer mutation 那大概有30次 至少10次 那 各位可以做一下數學 這是一個人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當你要 比如說我們做cancer 100個人是很正常的 當你要做這麼多case的時候 你需要hard disk 那個量 光是儲存的不得了 所以 它不是一台PC的問題 它是一個所謂disarray 直列正列儲存的問題 然後 它的計算上 當然也不是說 一台PC可以解決的 所以這是一個 所謂server 或server cluster的問題 所以 我們面臨的門檻是 不是每一個實驗室 都可以去 養一個bibromatics 然後去幫你建構這些網路 建構這些hardware 然後 你需要的硬體 也不是一般五六塊的PC的問題 而是 像我 實驗室有一個非常小的機房 那也花了我幾百萬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每一個實驗室都建自己的 分析的一個 硬體 就是不合實際 所以比較好的方法 大概是雲端運算 有一個中央機房 各位的 各位的那個PC 或者是iPad 只是一個 登錄的一個儀器 就好像Google一樣 你會用Google的search 但是 你只是登錄而已 所以雲端運算算是一個比較 理想的一個解決辦法 資料是儲存在雲端上 就好像 Apple 它有 iCloud 你把東西儲存在這邊 然後 所有的分析軟體 也是在這個 Central Server 各位的 不管iPad iPhone 還是PC 只是一個登錄界面 這種 cloud computing 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 我知道 NRPP好像在建置這個 在建置這個 中央的運算系統 那 有這個中央運算系統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Sequencing可以哪來幹什麼 它的應用層面相當的廣 剛剛講 Whole Human Genome 的Sequencing 這是一個 但Whole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有一個缺點 就是很多地方 你還不知道它是哪來幹什麼的 你都Sequencing 然後 很多Data其實你不知道怎麼解釋 那 那些Data 其實也是錢 那 那些Data存起來 不知道怎麼解釋 你那個Sequencing 其實蠻浪費的 所以 有些人就Focus在 他比較能解釋的DNA區域 先去做定訊 那那些定穴區域 那些能解釋的區域 就是我現在已經知道 它會做Protein 或是做RNA的區域 那些叫做 Exon的Regions 那 你把所有Exon 全部都Sequencing 這個就是Exon Sequencing Exon Sequencing Exon Sequencing 它算是比較 荒廢上算是比較節省的辦法 我們 剛剛講 我們有3.2G 這麼多Base Pay 可是真正已經知道的Coding Region 大概是30Mbps 百分之一吧 所以 算是相當節省 你一本日 要Sequence 30倍 你花的錢都比後期同樣好 所以 很多Project包括 像John Hopkins 他們有100Exon Sequencing 就是這個 Cancer Data 然後 像 芝加哥大學 他們有一個 基因體和氣候生物研究所 他們在Institut 有一個 1000 Shirhago Cancer Genome Project 基本上 研究Cancer Genome 不過也是做Exon Sequencing Base Sequencing 它好處是 Clause Effect 不過壞處就是 永遠只是分析 人家已經study過的區域 這是它壞處 然後 它的原理是因為 我們知道哪些區域 它是Exon 然後 我們利用PCR Amplify 我們的DNA以後 會用一些 Microarray形式的 一些Capture的平台 譬如說這個圖 它的Case 是Nimbogen 它的所謂 Human Exon Array 那用這些 Microarray Capture的平台 這平台上面 針對每一個Exon 都設計了一個Pro 去做Capture的動作 所以 你把DNA 把DNA Fragmentation以後 然後 這些DNA碎片 經由這種Capture的平台 把它抓下來 那Exon的區域抓下來 其他不要 那這些Exon的區域 你就可以拿去做Amplify 然後拿去做DNA 這是整個 Exon Sequencing的 化學流程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好處就是 我剛才講 比較節省 壞處就是 你永遠迁就在這些 Capture平台的設計 有些地方 比較新 它還沒有設計進去 你就Loss掉了 那有些地方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Capture的動作 它還是要Compromise 在Hibration這個事情 Hibration並不是非常的 Specific 有時候它抓到 不應該做它的事情 或是該抓它 反而抓不到 所以你 這個平台會是一個 Limitation 所以這是它的壞處 但是 如果把 至少把已經知道 Exon抓下來的話 它在MicroRNA Study上 它有幾個貢獻 第一個 在MicroRNA我們看到的現象是 它有一些Polymorphism Polymorphism 我不知道是因為 RNA adding的關係 還是因為DNA mutation的關係 所以 Study MicroRNA 那邊相關的 Exon region 可以告訴我一些 額外的 information 那這些 Exon region 光是已知的 已經更文盲了 然後在很多的 在很多小的Mutation 或者Indale那邊 從Sequencing 才告訴我們答案 如果做傳統的 像CGH 但沒有辦法 看到這麼好的Resolution 所以 像這樣的 Exon Sequencing 的Table蠻多的 那 那這邊楊明 跟榮總合作 然後發現一個 像它萎縮症吧 一個新的Mutation 然後這邊是列舉兩篇 像這個是跟 阿紫海默症有關係的 然後用Exon Sequencing 找到新的一個Variant 那這個是在一個 精神疾病叫HDOS 也是用Exon Sequencing 然後發現這個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1 的Receptor 是一個 它的Mutation 是一個病因 所以 從這邊的話 特別在臨床研究 臨床研究 臨床研究拿RNA 有時候相對的難 因為第一個 那個RNA 如果那個簡體 那個軟組織拿下來 30分鐘不處理的話 那個RNA就 那個組織就不要了 RNA你就可以 忘掉它了 因為RNA還蠻容易Degrade 這是做RNA的現實困難 所以保存不容易 那第二個 以現在的 取簡體來講 也不是什麼組織 你都可以拿到簡體 譬如說我要研究阿滋海默症 很難去拿到腦部簡體 新鮮的 所以抽血也許還可以 然後 有些蠟塊 方面可以拿到DNA 所以在臨床解體來講的話 有時候拿到DNA 還相對容易一點 那剛剛徐老師講 現在有很多的 small RNA 其實更廣義來講 現在很多的 ncoding RNA 原始的coding RNA 和matching RNA 各位都知道 可是 ncoding RNA 現在 除了microRNA以外 那現在還比較紅的 像拍RNA 然後 還有endogenous SIR 接下來RNA都牽涉到 所謂gene silencing 會控制matching RNA inspiration 這是今天的重點 RNA sequence analysis 在3月的時候 會有另外一個 堂課來介紹 那這邊指 overview它的一個 簡單流程 原則上 small RNA sequencing 跟RNA sequence 原則都一樣 你有一群RNA 這群RNA把它翻成CDNA 那你有一條RNA 就翻成一條CDNA 有一千條RNA 就翻成一千次 那 在Sequencing的時候 你有一條CDNA 唸一次 產生一個read 然後有一千條 也產生一千個read 這是簡單的概念 所以 small RNA sequencing 跟RNA sequencing 都可以做profile 就像傳統microRNA一樣 那 如果要做 RNA sequencing 或是做 如果要做RNA sequencing 你需要 你需要念幾個reads 你的覆蓋率才夠呢 原則上 大概是 至少是50個medium 那如果是 你要做 small RNA sequencing 你要看microRNA 你需要多少 你需要念多少reads 你的覆蓋率才夠 建議是從五個medium起跳 那覆蓋率不夠的話 有時候第一個 那個 你做profiling的時候 你會失真 原來他有一千條CDNA 你現在只念到一百次 那你就失真了 你在定量方面 那第二個是定性方面 你要發現一些新的microRNA 或是一些microRNA polymorphism 那 你如果覆蓋率不夠 secret number不夠 一些比較少的polymorphism 或是一些比較少的那個 novel的microRNA 你就會漏掉 所以 如果你只要做到profile 五個medium應該錯錯有餘 然後你還可以發現一些新的 相對有幫等的 novelmicroRNA 如果各位要做到 如果真的要放感情 把所有的microRNA 盡量的抓出來 那建議至少是十個minium以上 然後做二十到三十是正常的 以我自己的經驗的話 我自己 我自己大概至少做五 那在一些比較大的project 我要把所有的microRNA 比較少的 比較人家沒有發現過 如果要全部抓出來的話 我就會做到三十min reets 這些一些經驗值 那microRNA的 是今天的重點 我想各位對microRNA都知道 它是我們自己生體裡面 產生的一些smallRNA 大概二十二個 它precursor還蠻有趣的 folding成一個非常熱力學穩定的 stand loop structure 那我們在做生物資訊的時候 我們要predict 某一些RNA 是不是一個microRNA precursor 我們就看看 它有沒有能力folding成這樣 stand loop structure 這種structure在一般的coding RNA 或是其他的non-codingRNA 像現在很熱門的long non-codingRNA 或是pyRNA 這些RNA 它precursor都沒有這種 stand loop structure 所以我們在做prediction的時候 這個structure的出現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環 microRNA它在物種上面 有deep concern 的現象 像這是一個humanRNA的200b 它在其他的物種有它的家族 所以我們要定義一個家族的話 就是說 大家的種子區域 就是我們做生物資訊 最重視的一塊區域 就是在一個microRNA 這是5-prong 3-prong 5-prong第二個 到後面的第7第8個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是 一個microRNA要結合到它target 一定要perfect match的區域 其他地方倒不一定 那這些區域 在所有的family裡面 家族成員裡面 必須要conserve 所以 我們在做一些novel microRNA的prediction的時候 其中一個 我們做prediction 最重要是要做validation 要不然我 我永遠會猜到錯的東西 那要做prediction 一個重要的點就是 如果在物種上面 我可以發現它是一個 原化上conserve的家族 那我比較可以相信這條microRNA是真的 所以 我們常常會到其他動物 像雞啊狗啊 這些EST裡面去抓 有沒有這條microRNA的 一個家族成員 那 判斷家族成員 就是判斷seed region 到一個concern 後面alignment 可能有像的地方 也不像的 但是這個seed region 要concern 所以microRNA如果是 就是 不同 不管是 human 然後不同的microRNA 或者是 不同物種之間相同的seed 我們都會把它認為是同一個家族 然後 他們會有一些 redundant function 這是給大學部看的 這個 就 我兩條microRNA 在動物發現是從 那Sea Egan 裡面發現 最早其實是從 千牛巴那邊發現 1980年代 然後 植物發現那些事情 後來發現動物也有 Sea Egan 後來發現 除了低桶的動物 還有高等動物 滿面的也有 所以 高等動物是在這一篇 在19 我講錯 2001年 2001年的時候 在這篇pepper 他們發現 在Science 他們除了發 只有 那一年有三篇 兩篇 還是在Sea Egan 發現很多的 smorRNA 就是microRNA 後來是 這一篇 它 額外是在一些 human cell 像Hila 發現了新的microRNA 這個時候 這一篇算是 解答說 microRNA原來在旁邊也有 大家開始重視它 所以 2001年有這三篇 那 2002 Science 就把microRNA選做 就是去年度 十大發現之一 我現在已經十年了 所以 大家想想的是 未來十年生物資訊 會需要什麼 然後未來十年 未來十年這個生物學 新的領域會是什麼 現在 microRNA study 有點像SOP了 剛剛徐老師講過 RRNA世界除了microRNA最近又發現很多新的 那哪些才是值得投資的 因為你現在決定做 你的成果是三年後會看到 那時候 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在生物學上或生物資訊上 其實這個是比學新的東西 思考新的東西 就是 know why 跟 know why有時候是比know how還要重要 microRNA把Genesis這個流程 跟各位複習一下 那 有一些生物資訊概念 在裡面很重要 因為 microRNA是我自己 自己的 晉升層 那precursor 剛剛講 是這種 standard structure 我們在做生物資訊 預測的時候 我們常會看到 做RNA sequencing 我們會看到 很多long non-coding RNA 那些long non-coding RNA 很多時候 其實它是microRNA precursor 那怎麼知道 它是不是recursor 你要預測 它上面有沒有standard的region 然後那些long non-coding RNA 它如果是precursor的話 有一個字 就是我們說 它是microRNA的host gene 宿主機 那這些 microRNA process以後 會export出來 export出來以後 經過process 留下mature form 它standard的地方 會process 然後只有一股留下來 另外一股被dangest掉 可是 怎麼知道是左邊 還右邊還會留下來 因為這蠻tricky的 在資料庫裡面 你會看到 譬如說microRNA31 5prong 或是microRNA3prong 這意思是說 是5prong這個arm 在這個seal裡面 被留下來 然後被sequence到 有的時候是3prong這個arm 它被留下來 然後被sequence到 那有時候是 兩邊都會被留下來 然後很多sequence到一點 所以像這種在arm方面的選擇 它是有個專一性的 不同的recursor 在不同的seal 或不同的時間點 它會有不同的arm被留下來 這個在生物資訊 我們叫做 所謂on-switch 就是它5prong跟3prong 會跳來跳去 那這on-switch的現象 有時候在cancer 你會看到3prong-arm比較多 然後在non-cancer 5prong-arm 那這種疾病 非疾病組之間 同一條microRNA 因為precursor它的一個選擇性的剪接 那會 當會影響到higate gene的一個inspiration 會影響到疾病 所以on-switch 在small RNA sequencing 是一個重要的現象 那 這種on-switch 完了以後 microRNA 會有一些editing的現象 這個editing是在轉入以後才發現的 所以它跟DNA的sequence沒有關係 但是它是在RNA產生以後 比較主動的產生一個 一個nucle胎或兩個nucle胎的變化 這種RNA editing或RNA editing現象 你不太能把它叫polymorphism polymorphism 是針對DNA序列的變化 那editing在sequencing的時候 我們常常發現 我們常常發現 兩個組織配的sample之間 同一個microRNA 它有RNA上面 一兩個nucle胎的變化 如果你不做DNA定序的話 你不知道它是polymorphism的還是editing 但是如果有DNA 剛剛講的son sequence data 你比較知道 它是不是editing 所以我們在看那個RNA sequencing的時候 我們會注意它有沒有editing 或polymorphism的現象 產生了新的那個microRNA以後 它會做一些 RNA targeting的動作 然後targeting以後 會抑制translation 或造成targetmatching RNA degradation 但是這個 這個步驟原則上 要跟argo2 這個protein 結合在一起 就是 這條 如果它是有功能的microRNA 它要跟RISC 就是 RNA into the science complex 要在這個compress裡面 這compress裡面很多成員 其中最主要是argo argo這個家族 argo1或argo2 argo3是給pyRNA在用的 那 這個 如果結合在這個RISC的compress裡面 基本上我會承認它是一個成熟 而且有功能 正在做silencing的microRNA 那這個概念在 microRNA sequencing還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做prediction 從small RNA sequencing 我們會發現很多新的microRNA 那你怎麼知道那類是新的 是對的 那因為生物資訊永遠有錯的時候 所以 如果你要bodyday說 你先發現一條新的microRNA 它真的是一條 有功能microRNA 那你就要確認它是在這個RISC compress裡面 那現在有個技術叫RNA RNA Immunification RNA免疫沉淀法 簡稱RIP RIP RIP它就是 它對argo2或argo1 做一個免疫沉淀的動作 然後 把整個compress包括microRNA 全部抓下來 抓下來以後 你再把裡面RNA一錄出來 然後去做定序 或做realminePCR 你這樣的話 就可以知道 你的microRNA 有沒有在這個RISCcompress裡面 你可以比較放心的說 OK 我發現這100條 它真的是所謂nabo的 而且有功能的microRNA 所以RIP 牽涉到這個argo2 這個是RISCcompress 另外的卡通 運作上就是 除argo以外 還有其他的成員 像 是引爆在這個 RISCcompress裡面的組成 然後最主要在執行的時候 是argo1或argo2 留下來 所以你說argo1或argo2 大概都會有錯 那 不過這個圖是一個簡圖 那 像argo1、2 這個是housekeeping 但是有的時候 有一些processing的 或是 這 RISCcompress裡面還有其他的protein 那些protein 那些transfactor 它的加入或是 它的 或是它的缺席 會影響到一個microRNA 跟它應該有target之間 是不是能夠 搬擬在一起 有時候 生物資訊 現在在預測target的時候 常常會被人家說 不準 不準 就是說 明明我應該要做 一條microRNA 應該能夠target這個message RNA 但是我正是做實驗 發現 做reporter assay 發現沒有 那這個不準有兩個解釋 一個是生物資訊錯了 那另外一個是 transfactor沒有考慮進去 也就是在這個sealtype裡面 我有message RNA 我有microRNA 但沒有那些protein的存在 還是沒有辦法做inhibition 所以 那那些transfactor是誰 其實目前還在做 就是在 現在在microRNA的research裡面 這些transfactor現在是顯學 那那些transfactor出現 出現或不出現 完全影響到生物資訊的正確性 所以我們也很關心 所以這就是一個transfactor的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lip protein這個家族 像它這個家族 都有一個所謂lip domain 代表成員是這個像lip D1 ajuba或是wtip 這些是同一個家族的蛋白 那這些蛋白就是我剛剛講transfactor 他們的存在 對於microRNA mediated gene silencing是重要的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你把它拿到原來該 原來能夠做inhibition的 現在就不行了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還有其他 蠻多的一些factor 現在都會抓出來 所以 有時候 特別是我們現在做理科的Acell 他們是用293 那種比較容易操作的cell 但是那個cell實在是 跟你想要研究的cell type 距離還蠻遠 那 譬如說我在做一些cancer research 那 或者做一些stem cell research 我用293做以後的essay 如果成功很好 如果不成功的話 你可以回到自己原來該有cell type 再做做看 所有microRNA的資訊 現在都是儲存在那個mierbase裡面 那 mierbase是 這是它的website 那各位如果想知道自己的 microRNA 有沒有 是不是 你是一個人會得到一堆東西嗎 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是已經知道microRNA 那請看mierbase mierbase 現在是vr.19 這是舊的slide vr.19 那19 至少是human 它現在有2038個microRNA 所以 已經 我們所謂的none microRNA 根據的就是這個mierbase 它裡面有沒有記錄 那如果有記錄就叫none 那如果還沒有就叫none 目前定義是這個樣子 這是進去以後 mierbase的介面 我想下午 資料庫搜尋的時候 Postar會帶各位去看一下 除了human有新的microRNA 那animal也有 那這是一個中文院 這個website裡面去找 在我們 陽明 在我自己實驗室 我們focus在human 所以human 還有相關的 red mice 這些實驗動物 我們會比較有 我的data base裡面會有 但是如果各位 是研究其他領域 特別動物類 或是the elegans 那 那個可能就要到 其他的網站去找 那這個是說 none microRNA找到 他其實可以當biomarker 因為biomarker在臨床上 相當重要的 那 不同的人 你給他同一個藥 治療效果可能有好有壞 但是 如果你把不同人 根據biomarker先分去 那治療效果就會有差 所以 biomarker在臨床上 是很重要的一個 是很重要一環 那 microRNA可以當做biomarker 因為現在知道microRNA 它在一些液體裡面 像血液或是口水裡面 也有 那那些microRNA通常 也不見得是free form 它是cell本身 經由exocytosis 我們cell endocytosis 它會噴東西 但它會吐東西 它會吐出一些exosone 那那些exosone裡面 它也是一個包起來的一個vehicle 也是 那裡面有一些東西 其中有protein 然後有包括microRNA 這些cell吐出來的exosone裡面 有microRNA 那microRNA存在我們的body fluid裡面 包括我們的血裡面 那這些security microRNA 有些人說 它就好像賽頭卡一樣 這個paracron effect 會影響附近的人 或是像endocrine 會影響到很遠的CTA open 所以microRNA 某一個程度 它是cell cell communication的一環 那 所以在血裡面 可以去分到那些exosone 然後 可以當做biomarker 那 嗯 像現在 國外蠻多paper或是個藥廠 他們在找prasma裡面的chincroRNA prasma裡面 不要掛內 試圖去找出新的biomarker 因為在 在那個臨床上很容易 你如果跟它拿血的話 相對容易一點 然後 如果從抽血就可以去 拿到一個去當biomarker 那對臨床上應用是更廣一點 因為 各位去過 多少都去過那個醫院 你知道說 你不見得都會開刀 但是過去的話 多少會抽一兩管血 測測你一些biomarker 所以 那microRNA discovery的話 生物資訊可以幫忙的 這邊是一些website 以前就有很多人 從humanEST database 去predict哪一些EST 可能 可能是microRNA precursor 然後這些是一些website 那紅的這兩個是比較 常在paper裡面被提到的 那如果有一個新的algorith出來 通常就會跟這些已經知道 特別是這兩個 去做一個comparison 所以我的東西比這兩個好 所以我的比較好 在生物資訊間 所以 這些是一些 predition的一些website 那各位 登入網站的話 然後把你的 譬如說 新的lonal codeRNA丟進去 然後 幫你預測 這個是不是一個microRNA的precursor 有沒有一個microRNA region在裡面 所以這個可以看 它根據的原理 其實最主要就是 廣東時代那時候留下來 RNA folding一些熱力學的algorithm 那這些algorithm 我當學生的時候就有了 那 它就是 你 summit一個RNA進去 它幫你 它用熱力學 best parent原理 去看二級結構的形成 那 這邊是幾篇 premicroRNA prediction 那 除了在human以外 像這個是在chicken 然後 這個是在一些比較低等的動物 那 在那些 在記憶體的paper裡面 常看到一些 其他動物的 small RNA sequence data 那 它們沒有好的database 不像human 所以 這些 microRNA prediction tool 對那些物種來講 就相對重要 像剛剛講 華大要做 1000 species 的sequencing 那它們總是要 predict哪些區域 要做notation 所以這些 prediction的algorithm 對這些其他動物的研究 就相對重要 那 在 manmanian 如果你要發現的話 就是做deep sequencing 像這個 在07年左右 這個人去做 manmanian microRNA expression panel 那時候還是先做一個 library cdn library 然後再做sequencing 現在不用 現在直接RNA進去 這個是 像08年 就是做 acrony stem cell 它的deep sequencing 那發現一堆新的 發現一些 新的microRNA 所以 small RNA sequencing的好處是 它可以做profile 第一個 那第二個 它可以 就像這幾篇pred講的一樣 去幫你發現一些 novel的transgree 那previous 當annotated一些群 像這篇也是在兩年前 Jason development 相對好的 就是相對好的一個juno 那 在這篇裡面 它完全沒有做任何validation 它就做sequencing 然後做很多annotation 就這樣子 我希望在 對 現在已經13年了 現在大概沒有這個好事 那 這些 因為產生了很多的paper 可以產生很多data 那這些data會出生在哪裡 NCBI裡面有 NCBI GO裡面 它有很多small RNA sequence 我接下來會講 我自己做的一個database 叫y500 過迷思義 就是我在陽明做的 叫yn 那500是 裡面500個dataset 一個dataset 大概要sequence 大概六萬塊 那 對 它是很可怕的錢 但是不是我做的 那 我就是到各個database去 把它road data抓下來 連加了錢 然後是我們自己重新分析而已 所以 其中一個database 就是叫deep base deep base 它就是 它抓了很多data 然後 它去做一些比較深入的meta analysis 跟annotation 然後去 它裡面可以 做一些data mining deep base 現在到deep base2 這是在中國大陸裡面做的 這09年 一開始出來 現在是deep base2 那deep base是一個 然後另外 它組成small RNA sequence data 還有 RNA sequence data 那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去找的是 NCBI NCBI有兩個地方 是做成這種sequencing的 那個database 一個叫SRI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 就是大家知道的 其餘 這兩個地方都可以找到 然後 那兩個 SRI 那個 SRI那些是美國的 那如果是歐洲那邊 它有一個array express 這是 EBI 就是European Biomantic Institute EBI它的一個網頁 叫array express array express array express它裡面也存了一些 歐洲那邊做的deposit進去 所以 這些算是比較major 你可以去抓data下來玩 那 除了可以看human以外 當然也可以 擴充到其他物種 甚至包括 那個 甚至包括一些 pezogyne 的research 像這篇paper 它是在一個virus virus的Geno裡面 它也發現一些nob small rn small rn 這個應用相當的廣 那 如果 各位拿到一個sequence data 怎麼樣去確定 裡面有沒有nob nob rn 如果是弄得很簡單 你就把你的roll read 對到mere base的資訊 才兩件多條 用human來講 對上去以後 那sequence一樣對得到 那就是nob 就拿掉 那還有相當多的成分 它是對不上去的 那裡面可能有nob rn nob rn 現在已經到mere base2了 那這是一個德國的group出的 那我進去看過它的algorithm 果然是相當的德國人 就是相當的嚴謹 它的那個 城市一行一行寫得相當的嚴謹 而且很多註解 所以進去看它的原始法 是一個很愉快的事情 你完全知道它幹什麼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嚴謹 所以它很多地方 check再check 所以造成它的缺點就是 很慢 你比road data進去的話 你跑cpu time 會比其他algorithm要長 所以這嚴謹的壞處 就是它cpu的時間 但是它那個 它程式真的是寫得相當好 然後 請你看它 它程式可以當範圍 它原理還是一樣 是按照這種stand rule的structure 就是 黃色都是真正的read 它把真正read map到 一個genome上 然後 map到一個區域 這叫一個counting 它看這個counting 有沒有folding 變成stand rule structure的potential 然後有的話 它認為 這一些reads 是對到 所謂的nabel microRNA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ignore它們 認為是請它想拍microRNA 所以MiaDep 是一個algorithm 各位可以去 它是free available 可以去download 然後download install在自己local server上 然後download install在自己local server上 但是 我必須說 這是用MiaDep 做 第一版 然後做出來的一些prediction的結果 可以看到它prediction的 prediction的原理 算是說stand rule 但它總共有一點結果 不是那麼漂亮 像這個 它認為是一個所謂nabel賣光的 但看結構就覺得應該不太像 這個倒不錯 那這個也不錯 也就是說 在它的algorithm裡面 它的output裡面 還是有蠻多false positive的 光是用肉眼看的 那另外一個algorithm是 VGI那邊出的 華大基因 這是他們 在09年一個paper裡面提到的 它沒有正式的paper 這個叫做MiaRib 那它是在他們自己一篇 做amphius的microRNA sequencing的時候 然後裡面的一個 MiaRib 基本上 它是一個in-house的software 叫MiaRib 那09年的時候 他們出了這個paper 那 現在這個軟體是available 那時候我們自己做的時候 是用了一些 用了一些關係 然後去華大基因那邊 拿到這個軟體 那現在也ecoprate在我們家 這個 所以YM500的分析流程裡面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叫MiaRib 可以用的 那 現在 各位可以到這個網頁去 去把這個 software給download下來 然後 跟MiaRib 比起來的話 它相對來講 程式寫的沒那麼嚴謹 所以要看一下 它在做什麼計畫 那 另外 新的這種predition軟體 一直得出來 那像這個是在09年 一個叫MiaAnalyzer 這個東西 MiaAnalyzer 它是西班牙那邊出來的 它也是在 從那個sequencing data裡面 去找到新的MicroArm 所以這個 在做predition的時候 可以當作另外一個algorithm 那哪一個algorithm最好 其實沒有所謂最好 真的沒有所謂最好 每一個都有它的尾昂性 和尾音性 那怎麼 那要怎麼樣去選擇 如果各位是要做WetLab的話 那 越正確越好 因為你決定了這一個 你今天還可能花一年去做 一年後才發現它的錯誤就不太好 所以就取交集吧 那如果像我們做生物資訊 我要資料庫 那就取聯集吧 所以看各位的目的 NiaAnalyzer它有自己一個網站 西班牙那邊的 西班牙那邊的 下午的話 它有一個tutorial 所以各位回去可以繼續可以看 那下午 會帶各位走一下這些database 它有一個pro script 可以裝下來 現在要分析 small rn大概都不會用 Windows介面 沒有什麼漂亮好看的GUI介面 讓你勾選很少 因為剛剛講的它資料量 還要處理量是一個問題 所以通常都是 用linux system 然後 搭指令列 但 它缺點就是 沒有好看的Windows介面 所以我很多學生 我圍面所學生 只要看到指令列 就開始覺得它不會 這個在生物資訊界 我們有一個術語叫 Command Phobia 就是你看到 看到指令列 就開始恐懼這樣 指令列恐懼症 但其實沒那麼可怕 linux就是一個作業環境而已 我的出身 基本上我也是WireLab 那如果我能做的話 我想應該每個人都能做 那第四個軟體 現在可以找得到 叫Mirina 它也是從 它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軟體 那剛剛那幾個軟體 大概都是那種Denable的Structure Prediction 那這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 它有自己的Train of Metrics 但是 它相對來講 正確率就高 但是這個軟體 因為牽涉到 Running的問題 所以 它在計算CPU 它也是相當耗資源的 所以 在我們家 我是有把它 incorporate到 Bipeline裡面 然後 變成 第四個軟體 但是 在一般比較小的SERVER上 它可能會不會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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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eDip跟剛剛我介紹的那幾個 像MuleAbella或是MulePrint 像這些是已經知道的3D軟體 他跟他比起來的話 他是Claim說自己的正確率比較高 然後我一定要這樣講 我要配合怎麼講 所以他Claim他的正確率是比較高 然後Sensitivity也比較高 所以MuleDip是另外一個 是第四個 剛剛講的四個軟體 從MuleDip到MuleInp 然後從Mirina到MuleAnalyzer 這四個算是 四個在small online sequencing比較有很多的 所以在我們自己的這個database裡面 我按500 它這個有分析流程 然後也有分析500個dataset的一個整理結果 然後在我們分析流程裡面 我們有把剛剛那四個介紹過的軟體 都incover了進去 這個是在今年的database issue裡面 在NAR 然後 所以 各位可以到NAR去download到我們的paper 那如果各位想使用的話 基本上這是web site 這個 在那邊有四個module 這四個module 第一個module就是 一個已經知道microRNA可以做profiling 這是一個 那 它跟你見到microarray一樣 剛剛跟各位介紹過 那另外一個就是predict NAR去哪個microRNA 那 如果各位有一些signal data 你看到一條show ring 你想知道它是不是新的microRNA 你會把它丟上來 那你就知道它是不是 而且知道它在其他的500個sphere 500個datasets裡面 有沒有出現過 這是另外一種validation 你看到 別人也看得到 那應該就是對的 那另外一個它可以search 剛才講的RNA editing那些的polymorphism 這些是通稱為所謂isomene 因為它們都是同一條microRNA的isomene 那第四個它可以 它有什麼叫data 就是 它有個arm switch的data 你可以給它一個microRNA 它告訴你 在不同組織之間 它switch的現象 這是我們的分析流程 如果各位回去 在自己是有興趣要撞起來的話 這樣 這個流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下午基本上 會按照這個流程 跟各位介紹 我拿到一個rolldata以後 第一最重要就是 做data cleansing 要做tusing 永遠不要相信那個 除了NRPV以外 不要太相信那些 那個signancing provider 給你的rolldata 那PP主要 因為你會發現 有時候他們給你的rolldata 其實那個 所以 空調體還蠻差的 我曾經分析過 然後 美國那邊的那個 大學的核心實驗室 然後出產了一些rolldata 那真的是 慘不忍睹 真的是 那個50個門 然後用了大概 還不到3分10億 所以 NRPV 那個做的事情 做的到底 我還蠻可以想像的 這是兩千八百 所以 第一步要做就是data cleansing 你要看看這個rolldata 它到底可不可信 可不可信 可不可信還蠻容易看的 就是每一個APCG 每一個base出來的時候 它有一個信賴的區間 一個score給你 一個分數 你就看那個分數 知道這個門可不可信賴 有什麼東西 那通常經驗來講 如果是100個門吧 前面跟後面 百分之10不要用不太 就這樣子 中間的台灣80 大概都是可以來 都是可以相信 那如果小於百分之八十的話 那這個call那個技術員 應該要檢討一下 那目前台灣的幾個sequencing的provider 一些商業公司 就是我分析過他們的 目前有幾家 我分析過大概其中四家 那這四家data 目前看起來都還不錯 所以我只是說那個 在台灣做sequencing 這個相對幸福 因為大家競爭很激烈 所以sequencing品質都還不錯 那anyway data cleansing一定是第一步 先知道這一筆可不可以用 可以相信再往下去做 然後第二步要做的是 把adaptor trim掉 我希望你們手上的 這個在我配本裡面 我希望你們的slide夠大 adaptor trim掉是因為 我們在做那個library的時候 microRNA頭跟尾一定會叫adaptor 這樣才能做pgr放大 所以在做read的時候 他會連那些adaptor sequence一起 一起配sequence到 那些當然會影響到我們的annotation 會影響到我們promosome mapping 所以你要先把那些adaptor trim掉 那在做meta analysis的時候 有時候痛苦就是 因為library演化的關係 所以version1,version2,version3 每一個version adaptor sequence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在做meta analysis的時候 他未必會告訴你 我就用哪一版 哪一家的kit 去做implication 那時候只好自己猜 把你收集到所有的資訊 你去向tick的猜 所以train adapter是一個 在自己的data set沒有問題 在做meta analysis會是一個大問題 那 那 這train adapter出來以後 那就是真正的read 那就可以開始做後面的事情 有四個事情至少可以做 第一個是做profile 就是跟mere base比 然後看看說你這條microRNA 他在實驗子控制著 然後相對表現量高或低 那這個是microarray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這個容易 那 Maping上了以後 已經知道microRNA 有時候有一些editing 有時候有一些mutation 那這都是ISO 那 Sequencing它是resolution相當高 這是basepair的level 所以你可以完全看到這些single point 的一些mutation 然後 對 已經知道microRNA來講 有時候你發現 欸 怎麼 實驗組是3pronome比較高 然後控制組是5pronome比較高 那這是onswitch 你可以說我這個實驗 我這個藥物處理 我產生onswitch這個現象 那如果這些是 no-microRNA可以做的 那novel的話 就是可以把一些reads 丟到剛剛講的這些algorithm裡面 mele-if-tool mele-if mele-analyzer 然後去做他們的prediction 每一個algorithm都會output 一堆list 那你自己決定要去交集 還去連結 那出來的東西以後 當然最重要的一環 是做targetprediction targetprediction 傳統來講是做targetscan 或mirinda 或pikta 但是 對已經知道的microRNA來講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這些 你去網頁上找 這些網頁 它已經把這些 已經知道的microRNA都做了prediction 但是這些novel怎麼辦 沒有辦法 所以 對那個microRNA來講 你找到一些回事 接下來你要怎麼預測 功能 就是預測downstream target 那是一個tricky question 所以targetprediction 有一些 是有一些還不錯的machine learning軟體 那我們家自己用的是一個叫svmicro的東西 svmicro它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 用svm所訓練出來的一個軟體 那我們用過 我們評估過蠻多的生物資訊的軟體 所以 到目前來講 svm算是 者去率還蠻高的 用這個有一個好處 比如說 用svm之類的軟體去prediction 或用targets gate 它的 一個問題就是 像svm吧 你給它一個key群 比如說像 像RAS 那你可以去prediction 有哪些 已經知道的 或是 新發現的microRNA可以target那些人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針對一個群去做 一些新的microRNA research 算是蠻不錯的 可是反過來 你講microRNA它有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我這個新的novelmicroRNA 你可以target到哪些群子 也可以 但是不是那麽effective 好 這是merebase的 這是我自己 wm500的一個介面 那 目前還是 在19版 每半年 這個merebase會更新一次 所以 可能又要更新了 那 那 基本上 這是它介面 那下午 我們prediction 會帶各位 玩一下 那 如果要問說 我們pipeline的正確率多少 跟 realtime PCR比起來 大概是0.80.9 我們PCR了 100多條microRNA 然後 每一個microRNA都做至少三重複 這樣 所以做很多realtime PCR 就花很多錢 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完了以後 那 我們的結論是 基本上 這100多條microRNA 跟我們的 in-silico data比 那大概 可以到0.80.9 correlation 所以算是 相當realtime的一個pipeline 我現在才發現到 好像外國網友在 沒事 就是我一直用中文講 好 所以那個 另外 有一個 非常不錯的一個 軟體是 中文大學 黃建達老師 跟 中文醫院那邊 合作開發的一個軟體 叫miaexpress miaexpress miaexpress它是 真的已經知道的 miaexpress 就是miaexpress 可以找到那些 然後 你可以把你的 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 NGS data input進去 然後它可以幫你做profile 它可以做 它可以做 你如果有一個 roll data 不知道怎麼做profile 這是一個解答 它是一個軟體 它可以把它 download回去 在LOGO就install起來 那如果你問說 有沒有一個 好的server 大的server 我可以把我roll data outload上去 然後在那邊 做完計算 然後直接把東西 再計劃給我 答案是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 那樣的server 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生物資訊 我們自己的lab 當然有這種in-house的capability 可是 open for public service 那個是不得了 網路傳送 那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 一個人用 跟1000個人用 那個server的等級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 open for public 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server 那miaexpress 它是一個軟體 各位可以download回去 放在自己local server 這倒沒什麼大問題 它可以針對已經知道的 做profile 那未知的它 這個軟體沒有 就是miaexpress 那如果是 已經 如果是未知的話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Win500裡面 找到大概是 一萬一千條 找一個其他新的 那我賣光 現在miaexpress 有大概是兩千條 那 也不說今天一萬一 全部是對的 那不可能 這是取連結 那怎麼樣知道它是對的 嗯 用RNAIP 剛剛講可以verify 那目前我們做了 17個不同sail time 它的一個RNAIP 然後 在這一萬一裡面 至少有四千個是對的 那至於是哪四千個 請期待Win500 version 2 那 Win500裡面 它另外收集的資訊 是所謂 polymorphism 所以針對同一條 就這一條 就 可以看到 polymorphism的現象 在 有些地方是T 有些地方是A 那 這種polymorphism的實驗組 控制組 tumors tumors RNA editing 它在現在 越來越多的research發現 它的疾病 是蠻重要的 然後它除了在 mRNA發現外 它在其他的protein coding的 pre-magic RNA 或者是一些 Lonar coding RNA 也有發現這種 Editing的現象 Editing是一個 主動的 要修改RNA序列的 一個 有些enzyme在invow 所以 它跟很多的疾病 特別是像cancer也有 有 然後像一些神經方面的疾病 或是免疫 information 都有 所以 RNA editing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生活現象 那這邊 講的是一些 Editing的一些機制 我想不適合在這邊講 所以 不過這些 Editing 特別是在 City region 如果Editing的話 它Outcome就是 它會影響到 生物資訊的正確性 有時候 然後 在這個City 它明明是A ISOMER 可是你用B ISOMER的序列 這樣做實驗 那就錯了 然後 那 Unswitch會造成Diversity 然後 這些新的 small RNA sequence 它 目前有帶出來一些 新的 生化的一些 化學方面的一些流程 譬如說 我們要研究 我們要研究 我們要研究那個 MicroRNA跟它 Target之間的 Bass Pair 我們可以用Clip 然後 我們要研究 一些 processing factor 它可以 翻臨在哪些 RNA上 也可以用Clip 或是 所謂Rapason full printing 方法下去做 在這邊先不要講 因為我剛剛被舉牌 只剩10分鐘 這是Unswitch Unswitch Unswitch的話 這是我們 Y500的一個output 意思就是說 以這條MicroRNA來講 有時候 在 Asimple是 5pland比較多 有時候 3pland比較多 那 這是一個圖示 那 如果看到這個現象 你就知道 在我的AP 兩個實驗組之間 有Unswitch的現象 那這個計算還蠻簡單的 它是屬數 我這邊有一千條 那邊有十條 那當然就是Unswitch 這甚至有時候 這甚至於 不能叫統計 這可能說 在屬數而已 那 以Target Prediction來講 我相信 各位都已經聽過 而且是用過 很多好的algorithm 那 Target Scan 明人檔 算是 比較常常被拿出來 Cable上常常看到的 那 其他還有 蠻多的一些網頁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除了剛剛那三個以外 還有下面這個 Near Record Near Record 基本上是一個 整合的概念 每一個Unswitch的缺點 他就說 那我就 不偏不倚 我就把所有Unswitch 全部 集中起來 然後全部 規定 然後就像投票一樣 那 你要相信誰 那就是自己的選擇 所以它是一個 類似入口的網頁 然後 一樣 這是在 加拿大 也是拿PP核心 它有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 叫 MIRTA的一個 軟體 一般的 軟體 它是預測 3PROM UTR 說那個地方有沒有 MIRTA的 有的話就是一個 MIRTA的 但是 現在已經知道 很多Target其實是在 Coding Ridge 甚至於在 FIRPROM UTR裡面 那 這個 這個Prediction的 WebSite 它考慮到這些 比較新的生物的事實 所以 也可以做Prediction 那 這是一個 我們家在做一個 MIRTA的 真實案例 這是 我們在 MIRTA的 我們懷疑它跟一個 Face4有關係 但是怎麼Prediction 用其他軟體 3PROM UTR一定找不到 後來發現 用這個才找到 原來是在Coding Ridge 裡面 所以這個網頁 是相對 一個比較 概念好的一個 一個網頁 那正確率也不錯 那 所以它對Prediction 除了做生物資訊以外 還可以用Protein 或是Gene Expression Array 因為 Protein不用講 MIRTA會抑制Gene Translation 但是 以 MIRTA來講 目前 接受的概念 是 MicroRNA它會 Decrease 它可以MIRTA 所以你把一條 MicroRNA 丟到Sale 跑一片Array 從這個MIRTA的 變好 你也可以猜出來 所以比較好的 做法大概是 你也做實驗 也去做Array 看MIRTA的變化 也去做生物資訊的 預測 兩個東西取交 大概就不會錯了 所以這是最後一張Sale 就是 生物資訊 RineSigment 你可以告訴你很多事情 它是個Road Map 有這張Map 你才不會在那邊瞎子摸像 但不用它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那個 只是說 如果有這些工序的幫忙的話 在一些尋找方向 你可能會少花一點願望 如果少花一點時間 謝謝 我請在這邊 謝謝各位